大家好,我是鬼異 不知道大家覺得家長有沒有權干預子女的感情事呢? 今集鬼異為你講解的是一種相對冷漫的案件 彩雲村、白鳳樓、二十一樓、慘劇 話說二戰後,大陸經歷了國共內戰和各種政治運動 令大量人移居香港,香港人口急劇上升 因此住屋嚴重不足,大量人口住在母屋寮屋區 這些木屋寮屋設備簡樓,衛生環境惡劣 本來已經不是什麼好處的地方 而最麻煩的是火警風險告 結果壞事終於發生了 在1953年,石結尾木屋區發生了大貨 造成了五萬人一夜之家無家可貴 於是港英政府就先起了鮑寧平房 然後再起璽智大廈被災民和基層入住 今集的故事就源於九龍環頭嵌篩子屋處 話說環頭嵌村第八座、第八樓和七樓 分別住著兩家人,譚家和王家 先說譚家 譚家只有四個人 母親吳善,長子譚詠祥,兒女譚麗用 和三子譚詠娜 那他們的父親呢? 他們的父親在三個子女誕生後就逝去 而住在八樓的王家就是一家三後 包括王父、王母和他們的兒子王志明 話說當年香港基層的倫理關係很好 和人之間流行守望相助 王譚兩家樓上樓下關係自然都不差 特別是譚家孤兒寡婦 王家自然經常都會幫忙 在大人交流著的時候 兩個家庭的小朋友自然都會一起玩 王志明和譚麗用也因為這樣而成為好朋友 青梅竹馬 就這樣,兩個家庭由大人到小孩都一直維持著良好的關係 直到去到七十年代末 王譚兩家的小朋友都長大了 王志明、譚麗用這對青梅竹馬 更加是紋身了外貨 見到這樣,吳善就不滿意了 因為王志明只是小學畢業 畢業之後就打工了 做過製衣廠和裁縫 收入好銀 雖然他自己的大兒子和小兒子都只是工廠工人 但他也是希望女兒不要嫁給基層 不要像自己那樣臨老都住在曬治大廈 所以他就大力反對女兒和王志明拍拖 也疏遠王家 不過年輕人熱戀期又怎會聽他所說呢? 特別是這個要求其實是沒什麼道理的 造成了反而是吳善越反對 王志明、譚麗用就越反過 去到了1979年,兩個人更加搞出人命大逃了 當時的社會風氣還是比較保守 未婚先人是會被三姑六婆所非議的 所以吳善也沒什麼辦法 只可以讓兩個人在當年年尾 11月30日奉紫成婚 不過為了有面,他要求王志明的婚宴大排賢職 要女兒風光出嫁,也要給自己這個外母有面 但王志明收入這麼低微,很難達成要求 為了負責任,他只可以借錢擺走 雖然娶得美人歸,也在80年4月生了兒子 一家三口獲分配到第8座的3樓370室 但也因為這樣而負債累累 要在婚後一邊賺錢去養父母妻兒 一邊努力還債 見到女婿這麼辛苦 吳善並沒有體諒 反而變本加厲 他不斷地指責女婿沒有出息 更加要求女婿不應該只照顧王家的父母、妻子、兒子 還要每個月額外給她這個寡婦家用 但每個月都慢慢的王志明 根本沒有這樣的能力負擔這筆家用 故此,女婿和外母就經常因為這樣而多次爭執 吳善不覺得自己不被尊重 就經常向女兒告狀 經常向女兒趕快來王志明而去 而譚賴容在熱戀期過去之後 在經歷了婚後的艱辛現實之後 亦都開始動搖 偏向她媽媽那邊 覺得老公不尊重媽媽 從而跟老公經常吵 就這樣,家無寧日到1982年 到了1982年 王志明考到了房屋處的民員職位 正當他以為人生會因為鐵飯碗而改變的時候 我夢就找到他了 話說,在王志明考到房屋處職位的同時 譚家的單位亦都被房屋收回作為改建的用途 然後譚家就被分配到 王大仙區牛池灣公共村彩雲村 白鳳樓21樓21047 雖然環頭陷村和彩雲村相距不算太遠 但都比樓上樓下遠很多 因此提供了譚賴容離家出走花外家的選擇 畢竟以往所謂的花外家都只是走上幾層樓 所以這年開始 譚賴容每次和王志明鬧交 都會回回彩雲村的外家 到了1982年5月初 眼看見王志明轉了鐵飯壺 人工升了 譚賴容就覺得過去兩年這麼辛苦 現在快要有好日子 他就打算叫老公送禮物給自己 而大家都知道 女人對手袋是很執著的 所以他就向老公撒嬌 要求買手袋 但是呢 王志明還未還好所有債 就拒絕了他 譚賴容覺得這麼少的要求都做不到 王志明不愛自己 兩夫妻又因為這樣 而再到吵起上來 譚賴容一怒之下就單獨回到外家 為了修補關係 王志明就帶著兒子去彩雲村 白鳳樓那裡勸我老婆 不過去到之後 吳賴就不讓他入屋 更加指他跟自己女兒的婚姻已經完結了 要求王志明去辦離婚手續 不要再妨礙他女兒的人生 王志明覺得 吳賴由自己婚前到現在都想拆散他們兩夫妻 實在是太過份了 62歲的人這樣都不化 他一怒之下就走了 去到了5月12號 吳賴正式通知親家王府 要求商談自己女兒和女婚離婚的安排 王志明知道之後就知道這次或者是真的了 於是他就在13號上午去了彩雲村白鳳樓 5月13號上午11點45分 王志明回到了環頭陷第8座8樓父母的單位 然後他就向阿爸坦白 他剛剛在彩雲村白鳳樓殺了外母 王府覺得兒子很難走得了 而且應該負責任 所以就向王志明自首了 去到了12點10分 王志明就去到了環頭陷警角自首 警方接報之後就立即前往白鳳樓那裡破門而入 但只見到吳賴倒臥在紅色液體當中 送去聯合醫院之後證實已經逝去 法醫驗屍之後就發現 傷勢主要集中在頭部和手部 同時在警署裡面 王志明指當時他去到妻子外家是為了勸外母不要再拆散他和他老婆 而當時外家只有外母一個人在家 外母在煮飯 他當時在求外母 但外母就再度數他沒有成就等等 並且拿起菜刀說離婚是事在必行的 沒有商量的餘地 又逐他走 他受驚之下加上乘路之下就搶過菜刀 接著在失控之下就犯了大錯 總之他說自己是乘路之下失控誤殺的 不是謀殺 這件案在童年9月尾開審 在庭上被告承認誤殺 否認謀殺 而控方也很罕有地接納了 法官見到這樣認為情況有古怪 所以就押後兩個星期再審了 過程裡面就由敢法官去調查被告的背景 到了10月7日 法官查看了被告的申制報告之後 就判他誤殺罪名成立 入獄5年 這件案到這裡正式落幕 由於事發的時候只有被告和死者兩個人 所以事發經過其實是沒有第三者見到的 那大家又信不信被告的說法呢? 還是覺得被告是特意選擇 只有外母一個人在家裡的事份 才自己一個上去為多年的威浴報復呢? 另外大家要怎麼看死者多次勸過女人離婚呢? 歡迎留言告訴我 也歡迎大家讚好和分享 加入會員或者SuperDance 拜拜 進行 互相見 都聽過 跟電話故事 進行 感谢观看